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号 我们继续关注香港越来越紧迫的局势 自从818之后 港府采取拖延和虚伪的对话政策 他明天要挑一些建制派内部的人进行自家人的对话 这引起港人的反对 当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以拓待变 另一方面 他也加强了秋后算账 对参加罢工的国泰航空公司的人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引起巨大的白色恐怖 但是哪里有镇压 哪里有反抗 818之后 学生市民的反抗更加的剧烈 学生将在下周发动罢课行动 罢课两周 如果港府不对五大诉求进行善意的回应的话 还要将罢课继续的无限期的进行下去 这个就打破了林郑他们的阴谋轨迹 林郑他们想学生复学之后 一切就会平息了 但是学生就要把他的妄想给破灭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8月31号 在人大施法纪念的日子 港人进行游行 因为这个郑区方普选直接跟831的人大的决定是一些相关的 那么今天8月23号 港人进行了一个盛大的抗议活动 就是首牵手行走香港之路 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的成员 雇员 郑文杰到深圳之后 当天就人间蒸发消失 英国外交部也正在寻求 在这个过程中 突然中国方面宣布 他是因为嫖娼比行政拘留15天 他是8月8号消失的 那15天的话 今天8月23号也应该放出来了 当他放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讲出真正的他比drop的原因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就探讨这个真正的原因会是什么 那么首先我们看813的香港之路刚刚结束 这次活动是圆满的成功 在这个39个地铁站的上面 香港人手拉手连成一线 7点的时候聚会 8点的时候他们正式的开始 一方面进行很多的喊口号 无大诉求 确一不可 要制裁这些港警等等 另一方面做这个 把右眼堵住 然后反抗这些警察的暴力 还有等等的一些活动 手拉手之后 进行了大家一种传播 引起这个世界媒体的关注 还有一些市民到这个狮子山上 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光辉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次活动呢 实际上就是仿效 在1989年8月23号 原来的苏联的三个国家 后来他们都纷纷独立 这三个国家呢 就是埃塞尼亚 拉脱维亚 李陶宛 这三个国家呢 实际二战之前是独立的 后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一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呢 把这三个国家就强制的归在苏联 苏联就出兵侵略了这三个国家 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 苏联帝国开始遥遥欲追的时候呢 那这三个国家就不断地发动游行示威 在89年8月23号 这三个国家 人民呢 组成了200万人的 长达600公里的一个人连 抗议苏联帝国的这种迫害 当时的这个声势非常浩大 全球关注 苏联呢 也是非常的恼火 准备派军队增压 但是因为国际压力非常大 最后他停止了用兵 后来呢 经过一两年 就这次大的这个人连活动之后 波罗的海三国人牵手这次活动之后呢 这三个国家相聚获得了独立 1991年的时候呢 苏联也逼迫承认 这三个国家是独立国家 所以说 这个手拉手的活动呢 实际上就标志着这些国家争取独立 争取自由 争取人权的一个活动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次活动也是来仿效这个活动的 这个就是2004年 中国呢 它布置了很多的飞弹对众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绿色政党 民进党 台联党 他们共同发起了一个首签署百万人护台湾的活动 也是在这个2月28号 台湾这个纪念日 从台湾的北端 基隆 一直到中南部的这个屏东啊 又干净了200万人 组成了一个500公里的一个人连 表达对中共强权的不满 表达台湾人想独立自主 维护家园 维护人权的意志 当时的活动呢 影响也是非常大 中共政府呢 也位置一正呢 也是看到台湾人的这个决心 那次活动呢 确实那个绿营呢 也是壮大了自己的政治的能量 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这次啊 轮到香港啊 它也是在模仿波罗的海三国的这个活动 同时呢 实际上跟台湾上次的百万人量活动呢 也是一样的 我想这次活动呢 在国际社会会引起广泛的一个反响 中国政府呢 它也会点亮点亮 另外呢 在818之后呢 很多人说 那这个818之后 这个人们的这个士气已经消失了 我们看到实际上 通过这次活动 我们看到不仅没有消失 而且是非常的 更加的激昂 可能这次参与的人数呢 有十多万人 也是大概近百这个公里 这么多的这个地铁链的上面 聚集在一块 形成一个 大的人体的一种 抗疫的一个阵势声浪 这一点呢 就是再一次的让反孙中运动 掀起一个高潮 那么下一次的高潮呢 就是8月31号 所以说 这个和平抗疫的运动要持续的推进 直到林郑她答应港人的这个五大诉求 目前呢 她还想采取拖延的政策 当她实在是不能拖下去的时候 我想呢 她会在五大诉求里面 就其中的三思条啊 会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 所以说 我们要继续相信港人的力量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 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 她被嫖娼的事情 她在深圳比人间蒸发之后 中国当局说她行政拘留15天 那么今天就应该释放 她到底是什么原因比行政拘留呢 中共当局的说法是她涉嫌卖英嫖娼 这个说法呢 显然是不能服众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想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中国想报复英国 想拿英国的外交人员出气 就跟她为了报复加拿大 把前外交官康麦克给抓起来一样 另外呢 有可能是 郑文杰在过海关的时候 在她的手机里搜出了有关香港 反孙中运动的一些图片 然后呢 就把她给质问 双方发生冲突 把她就带回到深圳 就关押起来 就是这两种可能性 那么首先我们看 她被嫖娼呢 是完全的一个陷害 这是中共一贯的一个做法 首先呢 就算她嫖娼的话 抓她呢 也是应该在她这个事发的地点 实际上我们知道 她是给女朋友说 我现在快要过海关了的时候 她给人家蒸发的 所以说她是在过海关的时候抓的 根本不是在事发的这个现场 这就非常奇怪 另外呢 昨天 中共的一些微信的媒体 社交媒体啊 抛出很多的照片 说她是个嫖娼 还把那个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放在那儿 大家一看呢 就是PS的 因为那个照片呢 是去年的一个有关京东的新闻上的 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的照片 那个男孩子呢 戴个眼镜 跟这个郑文杰有点相似 所以中共呢 采取这种移花节目的方式 认为这是他们抓的一个现场的照片 这种做法呢 对很多人也采用过 我们知道重庆那个大律师李庄 他也在重庆呢 比薄熙来诬陷为这个嫖娼 还有这个他逛着身子 穿个浴巾的一张照片 后来李庄出来之后就说了 那个照片完全是这个 他们PS的 因为那个照片本身是 北京的一次这个扫黄行动 然后呢 重庆警方就把那个 其中的一个人的脸呢 就换成了李庄的脸 好像李庄这个光了身子 在一次扫黄行动中呢 比装起来一样 这种PS的做法实际上是 非常的可耻 尤其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在法律面前呢 居然做这种手脚 可见法律在他们手里 只不过是一个玩具 栽赃陷害别人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其他的一些人 比嫖娼的也很多 像香港的民主党医员何伟图 他曾经到东莞呢 见他认识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朋友 一见面突然就冲进了一大堆警察 把他给抓起来 以嫖娼的罪名呢 劳教两年 劳教两年之后呢 搞得全身是病 出来之后呢 因为这个民主党也为此承担了很多的损失 所以他退出民主党 过了几年呢 他就郁郁寡欢而死 对一个人的迫害呢 非常的严重 因为嫖娼呢 把你进行一个名誉上的伤害 你的人的这个名誉受到损害 你受到这个伤害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你本人呢 在这种羞辱之下 承受不了这种心理的压力啊 很快有人呢 就会这个自禁自杀 所以说 以嫖娼呢 他主要是对你的人格啊 进行一个羞辱 其他的还有中国的很多的名人 像那个薛满子 因为他在网络上影响太大 所以嫖娼的这个名誉 把他抓起来 罚款是小事 羞辱他是最关键的事情 这样一搞的话 你在网络上 你的粉丝就不跟你了 所以中共呢 他采取嫖娼的形式呢 对一些他不喜欢的人啊 进行污蔑陷害 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显然呢 这个郑文杰就是比他诬陷的 那郑文杰到底为什么被抓的呢 一个呢 有可能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外交人员 他是这个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 苏格兰发展局的一个贸易方面负责人 这个苏格兰呢 是英国的里面的一部分 他需要发展 他要到这个香港啊 到中国大陆去招商啊 那他去做一些招商影子的 推介的工作 他属于里面的外交人员 还不算一个外交官 可能中共误以为他是一个外交官 抓到一个大鱼 然后呢 跟英国政府啊 进行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外交人质来对待 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 无论是英国舍相 还有英国的外交大臣 还有更多的英国的 中央级的一些议员 都指责北京政府啊 你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 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你应该来支持香港的一国两制和民主 他们这些英国的政治人物啊 都是纷纷的轻易色的来支持 香港人民 香港反送中运动 所以呢 中国政府非常恼火 就抓一两个英国的这个 有影响的人呢 来进行威慑 那抓这个人呢 外交人员是最好的 因为外交人员抓的话 引起了国际的震动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们对待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他就抓了两个迈克 就是说加拿大的一个就是 康白克啊 他是这个前外交官 而且在这个家中两国的外交史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 另外一个呢 他也是做这个外交人员 实际上是做这个 对北韩的一些商务啊 旅游啊 这么一个加拿大人 实际上也是比较有影响的 所以抓了这两个人 以鉴定罪呢 可能要判几年刑 他是跟孟晚舟做交易的 人质外交的 那么在香港问题上呢 中共呢 也是想掉一条大雨出来 然后跟英国政府来叫板 所以说他的这种 人质外交的思维非常可怕 那么昨天呢 加拿大政府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们使馆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前往大陆 你去了之后就会重蹈 康拜克的民用 重蹈郑文杰的民用 中共呢 随便抓 想抓就抓 你看这个外交部的人 昨天还有一个对话 就是记者问 你看这个加拿大政府啊 不希望他们的外交人员到 中共呢 你怎么看 外交部人员就说 这个他们完全是作贼心虚啊 孔子说这个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齐齐啊 他只要 内心呢 没有什么不轨的事情 他可以光明正大点来嘛 他们不敢来 就说明他们投目不轨啊 你看 这就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恶人先告状 这种栽赃陷害的嘴脸 在外交部的发言人的嘴里啊 也给吐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到 他很有可能呢 把郑文杰当作一条大鱼 要做外交的筹码 要把他抓起来 但是发现呢 郑文杰呢 最后还是 只不过是一个 贸易发展局的 一般的一个雇员 而且他还没有 英国的这个外交护照 所以呢 最后以这个 嫖娼的罪名呢 给他拘留个15天 行政拘留 然后给他给放出去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他8月8号来开完会 然后当天返回 坐着高铁要回去 可能要过海关的时候 要查车票啊 很多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中国的警察呢 可能在海关上 也查他的这个手机的东西 因为最近呢 查这个港人的这些手机啊 在海关已经变成一个 常理了 我们看到一个短的视频 在这个罗湖海关 有两个香港的男孩 比警察在海关直接给抓起来了 可能呢 这个手机里有很多 反孙政的照片 或者直接骂共产党的照片 就把他给抓起来 那我们看到 中国的官方媒体啊 一个社交媒体 也搞出了一个片段 那个片段呢 就是郑文杰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好像给你吵起来 就跟这个陈景呢 因为查照片呢 查车票的事情 给炒起来这个照片 这个上面呢 就是给我们 构划出另外一个 事情的一个 真实的图景 就是警察在查的时候 跟他发生冲突 他呢 一向对中国政府 也是非常厌恶的 所以吵得比较厉害 就把他直接就抓回了深圳 然后呢 肯定不会以这个理由啊 以他藏有什么反孙中的图片 或者是跟曾经吵架 不能以这个理由 反而以这个嫖娼的理由 就公布于世 所以说 嫖娼完全是中共呢 栽赃陷害的 它肯定是另有原因 而且这个原因呢 肯定跟反孙中运动 跟英国的关系 都是大有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啊 他的这个流氓的嘴脸 流氓的伎俩 流氓的手段 他一向就是 采取这些做法 对人进行羞辱 对人进行破坏 对整个大国的这种外交啊 堕落的一个流氓 下三乱的一个地步 所以对中国政府呢 港人呢 更应该清醒的 看到他的真面目 要拿出这个最大程度的这种决心 要跟他抗争到底 不然的话 那就会落到一个非常惨的一个地步 你的人身自由 你的起码的一些重演呢 都会比这个流氓下三来 全都给剥夺干净 所以必须要抗争到底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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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